这几场战役的失败 败就败在我们不够团结 算了 不提了 是点开心的事吧 明天和我一起在英国留学的 小姐妹就要结婚了 可是我不能参加她的婚礼 她没有回国 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现在还是国外还安定一些 是啊 我爸爸当时 也是想让我留在英国 但我还是想回来 总觉得祖国再破败 也是自己的家吗 朕希望再过上十年 二十年 我们的国家能不再有战争 我们的后代 能过上和平的生活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的 沈小姐 小姐 师傅不走了 我送你回去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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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委 好 市长 政委 好好好 坐下吧 好 毛宝呢 就是啊 没看见这小子 市长 毛宝他就在门口呢 那他为什么不进来啊 他们老虎队的队员们也都在 大虎说 我让您出去见他们 我看看去 毛宝 干吗呢 报告成为 我们是来请战的 集体请战 集体请战 恳请首长批准 让老虎队打头阵 老虎队蒙虎出山 奉战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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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队 毛宝啊毛宝 你是老革命啊 胡闹吗这是 政委 我没胡闹 您看这淮海战役 都打响了 您不能让老虎队闲着呀 淮海战役 那是一天两天能打完的 那不让老虎队打头阵 那要老虎队有什么用啊 打头阵 你这才几个人啊 还没冲上去 就被黄百涛打完了 那不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吗 好好好 你听我说 你先把老虎队建起来 以后有的是硬仗给你打 政委 我输毒的手 您可别骗我 您是说 以后这硬仗 都交给老虎队打了 进来开会 是 别惹市长生气啊 我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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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咱们开会 所以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 在这次的军事行动当中 如果有谁胆敢违抗军令 擅自行动 我就枪毙了他 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清楚了 表公权叶峰 到 你们两个人 率领各自的部队 和其他打头阵的兄弟部队 一起 朝预定目标前进 是 毛宝 到 你带领你的老虎队 负责打扫战场 收容俘虏 不是 师长 让老虎队去打扫战场 收容俘虏 你有意见吗 是 是 杨军长 公军已经到达桃林镇 马上就要攻城 我们现在撤退 还来得及 是 白师长 共军还没打过来呢 你就想逃跑了是吧 我是 司令准备和共军决一死战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 取胜的希望是很大的 是的 如果我们在新安镇 把包围过来的共军击退 就是为徐凤会战 打下一个良好的局面 但是 如果我们撤退 不但会被共军一路追击 而且 在委员长那里 也没法交代 魏参谋说得没错 一个良好的开端 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可一把整个战局盘活 如果这场战役胜了 校长的天下就坐稳了 如果输了 我们将是共军的阶下球 后果不堪设想 是 姚魏欣欣打赢共军 有 作战计划 大家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政委啊 你看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就按市长部署的执行吧 走 回去好好部署一下 好 可以吧 是 没关系啊 教主 回家 回家 放心 毛报同志 这次你们老虎队打扫战场 可得认真点 还得仔细点 那些个国民党美式装备 多捡一些个 分给我们二团 听见了吗 捡回来你会用啊 黑一瞧你说的 我不会用 你会用啊 毛宝 进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事 听见没有 王师长还是宠着我们老虎队的 要给我们单独开小灶 进来听听 回去吧 走吧 我 去吧 师长 政委 师长 我知道我刚才是有点过分 我这不也是求战心切吗 我也知道您 肯定舍不得让老虎队去打扫战场去 这不是大财小用吗 杀鸡烟又扭倒 您更比我明白这个道理 是不是要交给我们老虎队一个 特殊的任务啊 谁跟你说的 师长 您看我们老虎队 平时比别人加倍的训练 为的是啥 就是积攒力量啊 现在的老虎队 有如一头猛虎下山 刚要扑到一半的时候 您嘎给喊停了 您这不是要把我们憋成病猫吗 师长 您快下达任务了 您要再这么憋着 这队员们都憋病了 行了 任务的事先放到一边 我呢 给你先推荐个人 他要是进了你们老虎队啊 那你们可真是如虎添翼了 师长 您是要给我们加人哪 那更好了 我们这老虎队 现在缺的就是人才 这老虎身上加翅膀 那还不飞了呀 有了这个人哪 你们老虎队 就真能上天了 那个 师长 加什么人哪 是抱抱手啊 还是沈江手啊 不会是开趟课了吧 同许员 到 把江小白叫进来 是 报告 进来 市长 政委 小江同志 欢迎你 小江同志 辛苦了 不辛苦 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内心很激动 小江同志 你一个燕京大学的大学生 为什么想当兵啊 其实 我读书之前 就想当兵了 差点去了黄埔军校 还差点成了我们的敌人哪 你把嘴闭上 小江同志 这位是老虎队的队长 毛宝 毛队长好 我叫江小白 一直听说您的事件 想向您学习 可别 我一点都不好 我这儿还天天挨批评呢 千万别跟我学 毛宝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起 江小白同志 将正式编入你们老虎队 他可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你必须把他给我照顾好喽 听见没有 市长 您要把他 埋到老虎队里啊 这老虎队是干吗的呀 那是冲锋陷阵杀敌的 那是拿枪杆子的 您弄个拿笔杆子的 他会干吗呀 会打仗吗 这不是累一坠吗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谁给你开玩笑了 江小白同志文化素质高 对提高你们老虎队的 整体文化素养 那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开什么玩笑 市长 要提高文化素质 那姚公权 还没我认字多呢 您把这小白脸 调到二号去 帮着姚公权 提高文化素质 这事你说了不算 市长 那当初组建老虎队的时候 您说了我有选拔 队员的权利啊 今天例外 政委这不讲道理 哪那么多废话 执行命令 是 你 杨公权 你怎么搞偷袭你 哪有啊 莫宝兄弟 这市长给你开的小灶 好吃呗 好吃啊 小灶当然好吃了 市长又给我加了一员虎匠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哦 那你就慢慢吃你的小灶啊 我们二团担任主公就行了 对了 今晚就要开战了 我们在前头 等着你们老虎队啊 快点 小人得知 看谁先抓着黄白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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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打仗了 要不咱俩找个地方喝一杯去 对对对 趁活着 多喝一次试一次 就是啊 姑娘 小 小声点 别被别人听见了去 早死晚死而已 怕什么 爷夫打命打 炮弹都没炸损 亮的阎王爷也受不了我 生死有命 只可惜 老子还没娶媳妇呢 济南战役 我们虽是吃了败仗 但这并不代表 接下去的战役 我们就会输 过来瞅瞅啊 看一看啊 姑娘 挑一个吧 爸 这个多好 你看 你看 那闺女长得不错呀 这怎么卖的 两文钱 两文 要不咱们 你疯了 这要是被上边知道 要砍头的 那就别被上边知道 可是 可是什么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再说 好 咱俩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 慢走 怕什么 走 跟上 别怕他啊 我 他 那 我 我 是 我 我 是 小姐 这么着急 是要去哪儿啊 你们给我让开 脾气还挺大呀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我姓沈 家父沈家乔 你们说我是谁 沈家乔 沈市长 老高 这可是沈家千金 咱们惹不起 咱走吧 本小姐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们计较 还不快滚 站住 既然是天天小姐 那就更不能走了 你想怎样 我们就觉得小姐很漂亮 放开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 我爸爸不会放过你的 老高 不 这市长千金 咱走吧 咱惹不起 走 你以为我们走了 这位小姐就会放过我们吗 如果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我不会为难你们的 为了成一时之快 搭上性命 不值得 你说呢 小梁 她的话你信吗 我也不知道 我沈灵虽为女子 也顶天立地 一言济出 司马难追 绝不实信 老高 老高 蠢货 咱们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你以为我们还有退路吗 沈小姐 如果想活命的话 还是乖乖配合本大爷 否则 枪可无情呢 你可是军人 是又怎么样 你认识陆圣文吗 你还认识陆长官 据我所知 如果陆长官知道 他的手下 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可不知死这么简单 告诉我 别拿陆圣文来吓我 老子不怕 小梁 把这衣服给我罢了 你们别过来 沈小姐 对不住了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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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了 救命啊 队长 好像有人在喊救命 走 过去看看 放开我 好 救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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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你 小子 来 来 来 沈小姐 你没事吧 旅长 怎么办 要不要人枪毙了他 带回去 严加审讯 小姜同志 郑伟 怎么了 不开心哪 郑伟 你们是不是 特别看不起 我这个指挥读书的学生 你不要乱想 没有人看不起你啊 你看 队长他刚才 他 不想让我加入老虎队 他就是那么个人 所以得有人管着他 那个人哪 就是你 我 走 老虎队 沈小姐 沈小姐 喝点热茶吧 露小姐 刚刚吓坏了吧 没有保护好城中百姓的安全 是我陆圣门的失职 不不不 刚刚幸亏有你在 否则 要是我能早一点出现就好了 刚刚那两个人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这种事情 看样子 应该不像是百姓 我刚刚听他们说 他们好像是当兵的 当兵的 沈小姐 放心 我一定会把此事调查清楚 还你一个公道 谢谢陆长官 我全都说了 我 我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兵 你 你饶命啊你 作为一个火军士兵 你真给当国丢人 我只敢一枪毙了你 长官 长官 你饶命 你饶命 你信信好 你放了我 你饶命好不好 我 我知道错了 你觉得你还能处得去 长官 沈小姐 我去新房 看一下审讯情况 我得给沈市长一个交代 陆长官 沈小姐 放心 我一会儿就回来 让瑶宫全去打土阵 让咱们老虎队打造战场 这什么理 这什么理这是 是啊 这完全没有天理了 应该让咱们老虎队 当冲锋部队才对呀 谁说不讲天理了啊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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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很讲理 让咱们打败反动派的军队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江小白同志 燕京大学的大学生 大家好 我叫江小白 大江东去的江 非同小可的小 白手为狼的白 介绍自己用那么麻烦吗 你就跟大伙说 你会什么 不会什么 会不会打枪 杀过几个敌人 毛宝 我对你怎么样 拍着良心说 政委一直对我毛宝很照顾 但是这次把我糊弄了 谁糊弄你了 说清楚 政委 你不是跟王市长都说好了吗 让老虎队打头阵 现在怎么成了 老虎队打造战场了呢 我说你小子 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 这么安排 这是市长照顾你们老虎队 一点没看出来的 我问你 你们老虎队 还没正式建立起来 就现在这些人 打冲锋 一轮下来 能回来几个呀 报告政委 老虎队出山 保证全回来 你给我闭嘴 那也不能让这么好的队员 去打扫战场啊 这次打西安安阵 让姚公权叶峰打头阵 你们老虎队 要在战斗中壮大自己 接下来的徐州 就让你们老虎队上 政委你是说 打徐州我们上 新安阵的黄百涛部队 也不好打 你们老虎队是一支骑兵 如果二团三团败下来 你们给我从侧影杀出去 你们来到这儿等着我们呢 是 政委 我听您的 战场也要打扫 收缴的武器弹药 为你们保管 明白了 战略处备了 保证完成任务 如果完不成任务 我毛毛提头来剑 谁要你的头行 江小白同志 你得给我留下 政委 政委 你这算不算走后门啊 真让这小眼镜 见我们老虎队啊 江小白同志 有文化有思想 将来是你的宝贝 我就怕宝贝变累赘 毛队长 我知道 我刚大学毕业 没有杀敌经验 但是我江小白 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小白同志在大学期间啊 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行吧 反正打扫战场 是用不着笔杆子 就用你这大个子 当苦力吧 不许欺负小江同志啊 我知道 谁要欺负你啊 找我 政委 队长不会欺负我 好 我走了 走了 我们老虎队最恨什么呀 胆子小的 叹图 告密 以后有你好日子过了 来 张伟 我来送送你 队长 你把人吓吧 这儿是第一课 旅长 您来了 事完了吗 他承认 他就是一名国局职兵 长官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 你饶了我吧 作为一名军人 应该保护好一方百姓 而你呢 却做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事情 国军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长官 长官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旅长 这人怎么处置 军阀处置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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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命啊 长官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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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好 速进睡眠的熏箱嘞 来 看看熏箱嘞 速进睡眠的熏箱啊 长官 这熏箱 您晚上放到床头 保证您睡得好觉啊 老板 这个多少钱 两块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长官 走好 来 寻一下嘞 陆长官 谁啊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个人 已经被我们军阀处置了 你们把他杀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样的人 是我们国军的败类 我也是杀一警百 以敬效尤 好 郭忠 你先去驯防 为了安全起见 我一会儿送沈小姐回家 是 好 这个我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相报 白天的时候 沈小姐受了惊吓 晚上她可以帮助你安眠 谢谢陆长官 我很喜欢 沈小姐 我送你回家吧 免得你家人担心你 好 小娇啊 从今天起 你就是老虎队的一员了 在老虎队 你扮演的 可就是政委这个角色 政委 其实我也挺胆怯的 毕竟我没有什么经验 无论是从战斗经验 还是思想教育方面 你在学校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思想觉悟高 经验这个东西啊 实践中慢慢积累 老虎队的同志呢 没什么文化 但人都善良 不要着急 慢慢来 政委 其实我最担心的 不是这个 你怕毛宝吃了你啊 他吃了我是不可能 但是 他一个眼神我就 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 慢慢就了解了 他这个人哪 身上有很多优典 要不然 也不能让他 当老虎队的队长啊 好 我知道了 政委 那好 我走了 再想想 上去 立正 来 花 上了战场 你主要负责 消灭他们的头头 现在有当官的 就打爆他的头 知道 一颗子弹 消灭两个敌人 子弹不长眼 保护好自己 是 你可是我们二团 震团之宝 不错 同志们 战斗就要打响了 这次我们二团担任主公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二团是 战无不胜的二团 其实我不说 大家心里很清楚 有些人上去了 也有可能回不来了 心里难免有些害怕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们遥公权 也害怕过 但是我们不能退缩 我们解放军 为什么而战 为了千千万万的 劳苦大众而战 为了新中国 为了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而战 前面就是西安镇了 我们有没有信心把它拿下 有 有 有 好 我不管什么老虎棒子的 我们二团要拿出 我们二团的气势 打下西安镇 火捉火百头 三团的将士们 你们都是英勇的 解放军战士 因为你们打的每一场仗 没有一个人退缩过 尤其是我们三团 在济南战役 作为攻坚团之后 你们更是勇往无前 虽然我叶峰 没有毛宝和姚团长的 入伍时间长 但是我比他们的志气高 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仗 我们都要打在老虎队 和二团的前面 而且还要立更多的战功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看来底气不足啊 是不是有人怕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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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三团 就要把尖刀团的威力 展现出来 有人说 老虎队的精英战士 比我们多 但是 我们三团 也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的战士更年轻 我们的身体更强壮 我们的斗志更高昂 正所谓 出生牛犊 不怕虎 我们有无所畏惧的精神 我们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我们有勇往之潜的精神 勇往之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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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 尚文 找我有事吗 军长 盛文就不和您拐弯抹角了 和您直说吧 请您给我一些兵力 怎么 还想带兵到新安镇 去支援黄百涛司令 是 军长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 黄百涛军团 被共军包围啊 我会带着一支骑兵 从共军的后方下入 一定会取得 意想不到的效果 盛文 盛文呢 我一直是很欣赏你的 但是 现在的政治局势 和战争格局都变了 况且 四大共军打赢济南战役以后 他们的华东野战军 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无论是武器装备 还是兵员人数 都在迅速地增长 你带着一支部队杀过去 也只能是被他们吃掉 军长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黄百涛军团 被共军给吃掉啊 听天由命吧 也许 校长会救他们 人定生天 军长 请让我试一试 这样 您给我一个团的兵力 你能打则打 如果战事不利的话 你就迅速地撤回徐州 谢郡长 审问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我还是那句老话 一定给我活着回来 是 来 都给我接着起来 干吗呢 一个个跟捡鞋子似的 队长啊 反正今天我们也没什么事 就当是放假休息了 谁说没什么事的 你怎么知道遥公权 就一定能打到仙人阵呢 万一他打不进去 是不是该落到我们上了 队长 那我们就等着吧 老部队 给我集合 来 拿着 报告里长 武器弹药清点完毕 好 辛苦了 部队也已经集结完 随时可以出发 好 准备出发 是 陆长官 沈小姐 你找我有事 陆长官 这是要去打仗吗 我知道 军事行动都是保密的 我有祝愿你平安归来 谢谢你 沈小姐 别那么客气 是 也别叫我沈小姐了 我不是说过吗 叫我沈黎或者小林 我就叫你上文歌 好吗 把这个带着吧 主会保佑你的 沈小姐 沈黎 这是你的贴身主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带着吧 我也会为你祈祷的 谢谢你 平安回来 是 全体都有 出发 出发 尚文歌 你一定要平安地回来 等你回来 我有好多好多话 想要跟你说 是 旅长 沈小姐很喜欢你啊 沈小姐的心意 已经很明了了 难道 你不动心吗 郭忠 我们是军人 现在不是谈儿女清长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支援西安镇 务必要赶在明天天黑之前 到达西安镇 是 Aí 做大的手提杀了 help 정 才达西安镇 一金 py 书 好吃 小弟 队长 怎么又训练啊 一百个 队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预备 一 堆下 二 一 后边 堆下 二 一 一 二 队长 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们还做什么蹲起啊在这儿 这是体能训练 知道这国民党逃兵为啥逃跑了 还能被咱们追回来吗 就是他们平时缺乏锻炼 山珍海味吃多了 大烟抽跑了 一 二 一 一 一 小白 你干吗呢你 队长 我推个点抽筋的 这就没力气了 行啊 那你出列吧 离开老五队 继续回你那燕京大学读书去 不凶 好 啊